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涛哥砍电影 《通灵神探》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看的影片 可能有朋友说 涛哥你别剧透了 应该没有那么多的剧透了 因为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特异功能的一面 因为影片里通体讲的就是人的特异功能 而他讲的特异功能就是人的天目 你可以解释成是人的天目和人的那种宿命通功能 那在老人当中他表现出来他必须触摸那个东西 触摸那个身体 触摸那个物体 他要接触这个东西 那我们会看到他就具有能力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对吧 那影片里非常特别的就是 当他去解剖那个小孩的尸体的时候 那他接到了一个传真剑 传真剑告诉他小孩的这个小脑的什么叶片部位有一个流子 所以这个时候老人知道自己的能力 没有杀手没有杀人者的能力高 老人就quit了 不干了 因为他干不过对方 对吧 干不过对方 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影片里阐述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人有宿命通 那换个角度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 是被固定的 我们过去的发生 跟我们未来的将来都已经完成了 这种的概念都已经完成的概念 很像在功夫熊猫当中 乌龟大师跟那个师父说 桃子就是桃子 李子就是李子 当你拿着桃盒 种了桃子的时候 你又渴望得到梨子或者橘子 是你的错误 我们现在能够明白的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我们生命的过程 就像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一样 它是不能改变的 它大的范围就已经被固定了 这是无法改变的 是因为我们生命的过程 已经早已存在了 如果我们生命的未来不存在 老人是不能知道 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 对吧 所以从这点上说 就是不能改变 而影片里 他描写的杀人者是个善良的杀人者 因为被他杀的人 都是那些得了重病 不可能治好的人 而当他们被杀的时候 都是在他们痛苦来临之前 凶手杀掉了他们 杀掉了他们 并且使得他们免受这生命中最后阶段的痛苦 甚至出现了影片里那个男侦探 那被凶手设计 被别人枪杀而死 他在工作的环境中 一个警察在执勤 在侦破案件中 被凶手开枪杀死 他从国家里得到了大笔的钱 这笔钱可以供他的儿子 读斯坦福大学 那也就变成了凶手的能力 改变了对方的生命的过程 他本该得病而死 对不对 本该得病而死 所以影片里在描绘着 他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 而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老头 这个医生 跟那个女警察之间的关系 他们出现了一个对等 在追杀 那个杀真正的杀人者的疯子的时候 当他们的车翻了之后 老人从车里要出来 突然他想往这边走 他突然意识到 当他走过来的时候 凶手会拿着枪枪杀他 所以当他看到了 他被枪杀的一幕 他转过脸来 从另外一个方向走 当他从另外一个方向走的时候 那个杀手也过来了 可是那个女警察 他却已经逃到了桥的另外一侧 开枪杀掉了杀人者 也就变成了老人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老人看到了未来的一幕 而故意换个角度走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对吧 而当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自己在其中获到好处之后 在影片的最后 在火车里面 老人在这个过程中 早已看到了女警察将被枪杀 一枪打在脑袋上 那个影片里有 对不对 满脸是血 所以在影片的最后 老人这个医生 跟这个杀手之间对话的时候 枪与枪对话的时候 女警察冲进了列车里面 这个时候 老人突然又动手了 在他瞬间再一次改变 当他突然动手的时候 对方的子弹 没有打到那个女孩 而打到了他 打到了老人 所以这样的一环一暴 影片里有这种对应的 一环一暴 在命运中有着细微的改变 而这改变的一切 造成了彼此命运的错位 大的错位没有 也就是说 我们会看到那个氛围 大的氛围不会改变 凶手也死了 女孩子脸上也都是血 但不是他的血 自己的血 是那个老人的血 而那个老人 以自己受伤的方式 来回报给当初 他在这个翻车时 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那个枪手没能打死他 所以这影片里改变 有着改变命运的部分 而影片里另外改变命运的部分 就是杀手和老人自己 对待自己的女儿 而杀手杀掉那些人 那些人本该病死的 承受痛苦的 但是呢 他们出手 结束了那些人的性命 他们出手 结束了那些人的性命 而改变了那些人的命 对吧 影片里是这么说的 但是呢 他们却没有能力 把这些人的病治好 他们没有能力 使得这些人 免除生命的苦难 在我看来 这是编剧跟导演 在这方面的理解过程中 把这样超长的能力 人情化了 他的人情化造成了 我们看到的这一幕 这一幕有着什么概念 这一幕有着安乐死的概念 因为免除了人间的痛苦 我觉得作为观众 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甚至是一种善意的情感的冲击 因为被他们杀掉的人 都是他们无法逃避 命运痛苦的人 可是他们杀掉他们呢 就免除了痛苦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 在正常的信仰当中 无论是西方的信仰 还是佛家 自杀是有罪的 我相信朋友能知道 我相信朋友能知道 自杀是有罪的 什么意思 人的一生的过程 你比如说 当他们看到这个人会遭受痛苦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这个人的未来 对不对 当他能看到这个人的未来的时候 是因为这些人会得这些病 而在他们的另外的某些环境空间当中 他们已经在承受病的苦难了 他们不同空间的生命的形式上 在承受着这种疾病的苦难 而这疾病的苦难本身 是与他们自己生命相关的 而这有通灵有本事的人 却出手 结束了他们这个环境的生命 对吧 我们现实肉身的环境的生命 那就会造成 我们这个空间的生命的身体 已经死去 而在另外空间的生命本身 我们同样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死啊 那个空间的环境 他的生命就对不上了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过 有关这个原来国内的计划生育的残酷性 对吧 计划生育的残酷性 如果你查一查 一些有这样天幕打开了本事的人 都看到在那些妇产科医院 妇产科的病房四周 在他的某些环境中 有着漂泊着很多那些婴儿的生命 缺胳膊少腿的 但是他们看到了 那些生命都非常苦 可是在这个生命 在这个现实环境中 我们只看到了 医生就像 哗哗哗把那孩子就给杀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跟那边是不一样的 那边的生命是活的 这边的生命死了 有命偿命 有钱还钱 那在这种环境中 在真正的信仰中 这是大罪 这等于是杀人 那人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以后会倒霉 是因为那些生命 不放过他 所以从这一点上说 这个影片里面 在改变人的生命的这一点上 是不应该的 它符合了今天人的感情的需求 符合了今天人们对生命的某些理解 但他却与自己所 影片里描述的 人的功能的本身 是对立的 所以这个影片里出现了一个矛盾的问题 就是他在改变 改变人的生命的真正过程中 命运的过程中 用了人的办法 他是混淆的 他把人的生命结束了 可是呢 他另外一面又看到了人 这一个具体的人的未来的过程 他把生命结束来改变这个人的痛苦 他却不能把这个人的疾病给他改变了 给他治好了 让这个人健康 这是在信仰当中 与信仰当中 在解释生命时 是对立的 所以我才说 他演了一个人的功能 每一个人都能够具备的天幕和摇视功能 但是他却又用人的理解 去解决这个问题 去造成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冲突 去造成了一个人在电影当中所看到的情感上的冲突 这是我觉得 这是当中非常对立的部分 这种对立的部分 我只能解释成是编剧导演 在相关问题上 他只能理解到这一面 安乐死 安乐死 在真正的传统的信仰中是不接受的 因为如果人善恶有报的话 当这一生他得了疾病 他在承受痛苦的时候 他在偿还了他的业力 他在偿还他生命过程中 曾经造下做过不好的事情的所带来的那种业力 那种不好的东西 换句话说 人的生命的灵魂是不死的 按照佛家的轮回转世 那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你明天将发生事情的基本的原因 我们是这么形容的 那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那当今天人们去相互许愿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下辈子一定嫁给你 这事麻烦了 下辈子你长得漂亮 长得丑 你真得嫁给对方 那对方要不要呢 这事也是个麻烦事 对方要不要 就会造成你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这种恩怨的差距 恩怨的缘分 有善缘 有恶缘 那我刚才说的意思 如果你今天在现实环境中结束了这个人的生命 就会造成这个人完成不了这一世 他本该还的愿 无论是善缘 无论是善缘 恶缘 他要还掉这项的愿 透过他的身体 透过他的疾病 透过他的苦难 而人们只注重于现实的肉身的痛苦 结束了对方的生命 那他会造成下辈的跟你没完的 你们之间 彼此之间看起来 他是一个善良的举动 可是从生命的角度 他又是一个不好的举动 所以这是我只能跟大家分享 我能理解的了 这是从生命的角度去理解 而我能够学到的 师父告诉你 真正想改变命运的人 只有一条路 修炼 那一个修炼的人 他秉承着一个生命的理念 为什么佛家修出来慈悲 他珍惜所有的生命 他就是与生命之间 化掉那些恶缘 只能使自己生命 在化掉恶缘的过程中 生命的境界得以升华 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都供着神佛道 那人的信仰 从来不会被人现实的 我们这个环境的时间 所扼杀呢 时间是个神 这个神却抹杀不了 人们对真正的神 佛道的敬仰呢 是因为那一份敬仰 高过我们现在看到的 时间的神的概念 他是生命的永恒 他是生命的永生 还掉业债 能够得到生命的永生 是指人的灵魂 佛家里说的涅槃的彼岸 人死在这儿 怎么上彼岸去了 灵魂 那西方信仰中 死后去天堂 人已经死了 埋在棺材里了 谁去天堂了 灵魂 那同理 如果这个人 还有73天的 被病魔 所困扰的一段 你却给他杀掉了 他的灵魂 就会没有归处 他的灵魂 就无法偿还 他73天的苦难 使得灵魂 被净化 这可能讲的有点过分了 就朋友可能理解 就理解 不理解 只是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我只是说 这件事情 在这个电影当中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瞬间小的改变 影片里面有描述 但大的部分改变不了 但影片里真正改变的 就是枪杀了那些人 那些人是有病的 包括老人的女儿 是被老人杀掉的 影片里其实最后的暗语 老人确实活下来 老人又找回了自己的太太 他的暗语 后面可能老人还会继续 那个杀手没有完成的事情 用人理解的善 解除病人的痛苦 这样他表现出 人认为现实的善 但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讲 这是不能做的 如果一个人自杀都是犯罪的话 你杀人 无论你以任何理由 都是罪恶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